好的 中央擴大 無保有工作者 一萬元的紓困 新北市各公所前 擠滿了申請民眾 可以說是民怨士氣 行政院長蘇貞昌 為此致歉 市長侯友宜則表示 蘇院長是好意 疼秀感苦人 中央的政策 難免會有落差 地方應並肩合作 趕快補起漏洞 中央和北坑並肩作戰 趕快能夠有效的發送 集囊紓困金 給我們的辛苦的市民們 所以不分離我 把它做到位 這兩天 經過中央不斷的調整步伐 其實在整個說案的速度上 也快了很多 關於一萬元的防疫補助金 引起的民怨 侯友宜市長認為 如果中央可以算出 需要補助的人數 就應該讓民眾直接拿 而在中央不斷修訂政策後 收案的速度上面是快了很多 那新北市這兩天 總共是收了7402個案子 相信今天也是很多人來申請 那麼地方上 會與中央並肩作戰 加快收件的速度 拿到以後 會馬上轉送給中央來審核 以快速直接的方式 發送給市民朋友